很可惜 都很奇怪 貨報有糾紛 員警趕到現場 兩名男子站在路邊互相嗆聲 就怕衝突越演越烈 趕緊上前將雙方支開 不要再吵啦 不要再吵啦 有兩位啊 又來了 這邊有什麼好吵的 有 我才會吵啊 對啊 不可能越早吵的 雙方你一句我一句 一度爆發肢體衝突 穿灰衣的駕駛 甚至從車上拿出甩棍 可以帶你們拍的 下去下去 不是 反而是不能買的 對啊 如果是你的執行需要 你可以去找 事發在台北市中山區 警方到場釐清原因 原來是為了停車爭吵 因為路邊這一段 剛好是沒有畫紅線 因此駕駛在這邊臨停 但疑似是擋到附近住戶 汽車出入的通道 因此引發糾紛 37歲的車主 在妻子來附近吃晚餐 停好車之後 沒想到被旁邊社區管理員 要求留電話 方便移車以免影響到住戶進出 車主拒絕 公稱因為對方做事攻擊 才會拿出甩棍防衛 事後雙方決定不提告 只是帶武器 很容易就違法 那有一些人可能認為說 我拿一些棍棒 我拿一些雙截棍 這種伸縮棍甩棍可不可以 其實這個也不可以 因為基本上這些會被定性成 這個警察機關配備的警械 那人民沒有正當理由 沒有經過許可 比如說你是保全公司 那你真不許可你了 否則都是不可以拿的 車主公稱為了防身 才會攜帶甩棍 由於他當時只是拿出來 並沒有真正使用 甚至是攻擊人 警方也確認在場的其他人 到底是不是這樣 否則恐怕不是只有口頭警告